又來帶大家吃燒鴨 這次還要是燒鴨比飯 不知道有沒有人像我那樣 都喜歡吃燒鴨多過吃燒肉呢? 之前有一集就去了Westfield這個商場 去了Japan Center Ichiban Japan Center Ichiban是有一點令人失望的 但是Westfield這個商場的正中間 就是這個Food Court的位置 人山人海的Westfield在這個Food Court裡面 都有幾家可以吃到中菜 每間都大排長龍 找位都是有點難度的 Westfield這個商場可謂是中產的集中地 在這個Food Court的入口 就有一間叫包大師 看它的菜單各樣都很有香港特色 但是看到它的公開廚房裡面 有非華人的廚師主理 我們走過趙太廚房裡面 有華人廚師煮菜 還有很有和氣 所以就選了這間 都排了一段時間才可以吃 我也不用想了 一定叫燒鴨 因為真的太喜歡吃燒鴨 一般在外邊吃 好像不明白 那次 九個半就有雙平飯 但是在這個Food Court 十三個半才有燒鴨飯 一直排隊的時候 一直都很緊張 看到燒尾的玻璃窗 排下又少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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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怕沒得吃 它的菜單沒有分鴨的部位 所以都要撞手神 看看你能否抽中 是左腿還是右腿 或者是上妝還是下妝 連骨頭都不懂的外國人 又怎會知道 上妝、下妝、左腿、左腿、右腿的分別呢? 在兒子未變成外國人之前 等我在這兒借一點時間 解釋給他們聽 要承傳回香港的飲食文化 先解釋一下 什麼是上妝和下妝 一隻燒鵝或燒鴨 斬了它的頸和頭 然後切開一半 在中間上下斬開 分成了上下左右四個部分 大翼的部分叫上妝 大腿的部分叫下妝 所以上妝以胸和翅膀為主 肉也是比較多 但肉質會偏瘦偏細厚一些 而且骨頭相對比下妝多一些 下妝就是鴨腿 還有臀部 臀部自然就是肉質比較多 臀部的部分 脂肪比較多 所以吃下去會比較油膩一些 不知道你有喜歡哪個部位呢? 如果喜歡的可以留言告訴我 鵝也很喜歡 我喜歡吃鴨腿 無論左和右都喜歡 通常大家都忠情左腿 坊間有不同的說法 為何左臂會比較吸引 我覺得非常的有趣 所以想分享給大家聽 原來隻鵝 我说Allwewe的时候,通常都是提起左脚 那些wewe就会顺着右脚流下去 所以右脚就会有点酥味 一说Po Po Po 、嘶嘶嘶嘶的,我儿子就笑得一笑 另一个说法就是,因为左脚活动较多 所以肉质也是比较粗壮结实的 还有另一个传说就与我们香港的历史有关 传说当年收取保护费的警察来烧尾店 他又不是太确定一家的保护费收了尾 于是就问店主,麻烦一份烧鹅比饭 不知道是左比还是右比好吃呢? 店主想一想就答了,左比 意思就是给了 如果答了左比,警察就知道这家已经收了保护费了 你们又给了赞我们了吗? 都挺有收拖的感觉 路过也不妨给个赞我们 先说一碟饭 首先要考考观众 我途中这个烧鸭比饭 究竟是上妆还是下妆? 左比还是右比呢? 眼睛的观众知道的话 都可以留言告诉我 老实说 这个赵太厨房的烧鸭 就跟一般在香港吃到的明炉烧鸭的香味 都有一点不同的 不是太过正宗 它的汁的味道 也是偏向五香粉和豉油的香味 较重 与其说它是烧鸭 我觉得它就像炆鸭多一些 外皮的卖上色水都做得相当之似 但是咬下去也是偏向比较软滑一些的 它的肉也是很入味的 每一口的鸭肉 都被一些香料蓋过了 去原本鸭的鲜味 但我又不能说它不好吃 别有风味的感觉 在外国吃东西 有时都有这种地方限制 令到有些香料少了 所以它的味道跟在香港吃的味道有些不同 直接觉得它烧鸭那种方法 可能也有所分别 感觉它也是像普通烤炉烤出来 就不像香港那样 用圆筒吊烧那种 原汁原味 始终不是用真金不拍红烙火的明火 感觉很不同 今次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Ink Foodies 而英知根料 记得要按个小钟 订阅和分享给我们一个赞 下一集我们去到Lottingham 又去酒家吃烧鸭 敬请期待 多谢支持 拜拜